之前扬州市苏北医院的急诊科来了一位女子 她面色苍白张着嘴还抱着肚子 说自己把一只近20厘米长的牙刷给吞了下去 原来前几天早上 江宇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刷牙 不小心中了招 感觉到牙刷一路通过口腔拾到最后进了肚子 江女士吓坏了急忙到医院求救 面对这样特殊的病例 医生也有点发出 牙刷是塑料质体 不可能消化掉 出在肚子里一旦引发胃穿孔 就可能危及生命 得赶紧把它取出来 通过胃镜医生发现 这把不安分的牙刷刷柄朝下刷头朝上 决定用专用工具套住刷头 把它给拽出来 套住之后 在网上提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难叫走 它就 它胃腔不是无限大的 它是有个空间的 成这个这个角度 网上提了之后 它就会碰到那个胃壁 医生决定换个方向 用工具套住牙刷柄再试一试 经过一个半小时努力 终于把这惹祸的东西从胃里取出来了 医生提醒 人的食道就像橡皮筋 弹性强 可随情绪收紧或放松 所以刷牙或嘴里有东西时 别分神 以免吞入异物